日本綠義島西南面外海發生六級地震 沒有海嘯威脅 地震發生在當地早上大約11點 塗加納群島大約20公里深地底 據區自上星期六開始 錄得多達200次的小型地震 專家曾經警告可能出現強震 今早早的六級地震是規模最大一次